不知不觉 2023 年已经到了 2 月 相信大家都很期待今年会有什么新车 因为呢开载就这样来临 所以在这段期间内厂商应该会有很多新车推出 来应付这个价格需求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 可能会在 2023 年上半年甚至会在 2023 年内发布的新车 来看一下哪有几款是你很期待的新车吧 第一款要讲到的新车 其实我们有跟原厂的人缘交流一下啦 它最快会在 3 月发布 这款车就是 Hyundai 的 Creator 其实这款车是一款专门为印尼市场 南美市场跟东南亚市场打造的 B-segment SUV 车型 其实它的定位呢会低于这个 Corner 基本上你可以看作它是一个 B-segment 就是讲它会比 Artiva 大一点 但是比正统的 B-segment 小一点 这款车型目前在印尼市场跟这个泰国市场 还有这个印度市场卖的非常的好 首先呢在外观设计部分呢 它采用的是一个分体式大灯的设计 在内装的部分则是完全采用原自这个 Hyundai Tuxian 的设计 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而且还有氛围灯的设计 我个人觉得这样子的简约内装设计是蛮好看的 在引擎的部分呢 这款车采用的是全新开发的 1.5 公升 Smart Stream 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 114 HP 峰制力表现 144 Nm 这个动力表现只可以讲是中规中矩啦 没有太过的出色 但是呢其实这款车是主打节能减碳的 所以油耗表现还不错 至于在变速箱部分呢则是采用 CVT 变速箱 可是它这个 CVT 原厂叫做 IVT 它跟一般的 CVT 有点不一样 就是它采用的是钢链的设计并不是钢带 目前呢像是 Subaru 的 CVT 其实也是采用钢链的设计 开起来确实会跟普通的 CVT 有不一样的感受啦 所以相信它的价速应该不会太差 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这款车最快会在 3 月份发布啦 然后它是使用这个印尼市场进口的 所以预计售价会在 12 万令吉到 13 万令吉左右 怎样你觉得这款 SUV 会新到你吗? 第二款车其实不算一款新车 但是它即将在马来西亚 CKD 就是这个 Mazda 的 CS30 其实 CS30 从发布之后 就一直有消息讲它要 CKD 它要 CKD 它要 CKD 我们从 2021 年停到 2023 年 它终于要来了 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目前这款车已经开始接单啦 它的预计价格会低于 13 万令吉 对比之前这个 CPU 的车型呢 确实便宜了不少 这款车其实是采用这个 Mazda 最新的全球架构打造 你可以把它看作 Mazda 3 的这个 crossover 版本 但是它的轴距从 Mazda 3 的 2730mm 缩短到了 2655mm 原厂表示这样子的设计 是为了让它有更灵敏的操控表现 除此之外呢 它的内装设计跟 Mazda 3 也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啦 比较符合这种高车身的设计 但是质感方面还是非常出色的 至于在引擎的部分 CPU 的版本是有这个 2.0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还有这个 1.8 公升的柴油涡轮增加引擎 可是到了这个 CPU 版本的部分 可能是因为柴油引擎的需求量不高 所以这个 Mazda 呢 只会提供 2.0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以一个 2.0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来说 这个动力表现是非常不错啦 而且它匹配的是 6 速的自排变速箱 不是 CVT 另外呢 车辆也有这个前轮驱动跟 All-wheel drive 让你选择 据悉呢 这款车同样的会在开在一起的前发布 所以我们要期待一下 Mazda 给我们的惊喜 第三款车在之前 UNW Toyota 的活动上面 原厂的高层就有按时了它回来 它就是全新一代的 Toyota Enormar Zenix 这一款车跟上一代车型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 它再也不是采用这个 Hilux 的底盘的 因为上一代的车型呢 是在这个 IMV 的平台下打造的 它采用的是一个非承载式的平台 它具备了比较高的这个承重能力 它的车身高度也比较高而且它是后轮驱动 所以载货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问题在于它的舒适性又有点打折扣了 新一代的 Enormar 呢 则是采用了 TNGA GAC 平台打造 跟 Voxy 的平台是一样的 轴距增长到了 2850m 所以内部的空间表现会更大 重点是因为它是一个家用车的平台 舒适性也会大大的提高 在引擎的部分呢 它采用的是 Dynamic Force 的引擎 有自然进气版本跟混合动力的版本 最近呢 根据印尼的媒体测试呢 这个自然进气版本的 0-100 加速为 10.8 秒 至于这个混合动力版本的加速表现只需要 9.3 秒 可以讲是目前同级的 MPV 中呢 加速升级最快的 而且重点是它的油耗表现还不错 所以呢 如果它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价格在一个合理的价位下 它应该会非常的有竞争力 据悉啦 这款车会在今年的上半年发布啦 所以我们期待一下下 但是准确的发布时间还不知道 第四款车不会在今年上半年发布 而是在 9 月 这款车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 Proton SS1 也就是传说中的 S50 舌弹 这款车型我们之前的影片也讲解了很多次啦 它同样是采用跟 S50 一样的 BMA 平台打造 这款车算是一个 B-plug Segment 它的定位低于 C Segment 高于 B Segment 测试的空间表现还不错 轴距达到了 2650mm 所以里面的空间表现作为家庭车来讲应该还不错的 另外这款车被叫做小新锐 因为它的这个内装质感非常的出色 同样也是采用双色跟这个软质皮革的设计 另外中间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屏主机 据说马来西亚版本会采用最新的硬件 所以大家应该不用担心这个触屏主机会lag 除此之外 这款车跟中国版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马来西亚版本采用的是 1.5 公升的涡轮增加引擎 在中国市场它采用的是 1.5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所以对比一下这个动力表现还是差很远的 另外呢 因为最近Proton 力推这个 48V 的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所以这款车的顶级版本预计会采用 1.5 公升 涡轮增加引擎加 48V 轻度混合动力系统的设定 最大马力表现可以达到 190 HP 峰值流量表现 300 Nm 加速表现应该会不错 其实这款车已经计划了大概是两三年了 但是之前因为疫情的关系、零件短缺的关系 所以原厂一直把这款车延迟到今年才发布 我相信这款车的价位应该跟这个 X50 接近 所以它的对手会不会是 CV 呢? 大家留言给我知道你们对这样车有什么看法吧! 最后一款车要讲的是 目前马来西亚最畅销的7人座非国产车型 也就是 Mitsubishi Xpander 的小改款车型 其实这款车型是在 2020 年进军马来西亚市场 在发布之后呢 它成功带领 Mitsubishi Malaysia 鲜鱼翻身 目前 Mitsubishi Malaysia 可以高居马来西亚销售榜 第五名 这款车呢 真是功不可没啦! 其实你看这款车的话它没有什么特点 但是它最大的卖点就是实用 空间表现还不错 另外还有这个支援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的主机 只是比较可惜的是它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缺点 第一个就是它目前只是采用这个四速的自排变速箱 另外一个缺点就是呢 它只有双气囊 可是实际上这款车在国外已经有了这个小改款的车型 原厂针对这些弱点进行了补强 例如说在印尼市场的 Xpander 呢 就把这个四速的自排变速箱更换了全新的 CVT 变速箱 匹配这个 1.5 公升的自然进行引擎呢 虽然讲说不上多么有力 但是最起码它的加速表现跟油耗表现 都会比起这个四速的变速箱更强 另外呢它的安全备备预计也会有提升 从目前的双气囊变成了六气囊 这样一来会更符合家庭车的定位 目前我们其实也没有消息这款车什么时候会发布啦 但是预计会在 2023 年内 最快会在 2023 年的上半年跟消费者见面 所以大家期待这个新款的 Xpander 吗? 我个人觉得新款的 Xpander 比起小改款之前更好看 如果是十分满分你会给 Xpander 多少分呢?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 2023 年 即将来到马来西亚市场新车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